此题为二元弱酸碳酸解离的相关内容 因此第一步我们先写出它的解离方程式 初始浓度为0.034 因此在平衡时碳酸解离X 可得到H正X及碳酸氢根浓度为X 然而碳酸氢根浓度及H正浓度 可为第二个方式的初始浓度 因此第二个方式一开始为X 这里为X向右反应 因此-Y 生成Y及生成Y 然而相同离子浓度要一样 所以重新再整理一次 这地方就变成X-Y 轻则是X加Y 因为K1 10的-7极小 以及K2为10的-11都很小 表示解离的X 原小于初浓度0.034 解离的Y 原小于初浓度为X 因此就可以把它省略掉 Y向对X省略 省略 省略 X相对初浓度也可以省略掉 因此可以写出 K1等于X平方除以0.034 等于4.16乘10的-17次方 所以X就等于1.2乘10的-4次方 M 由K2也可以得知 K2等于X乘10的-11次方 X又约掉了 因此Y就等于K2为4.84乘10的-11次方 接下来再来看选项中的内容 对于A选项而言 轻磷子浓度等于X加Y Y可以省略掉 因此等于1.2乘10的-4次方 M B选项 B选项 碳酸氢跟离子浓度 等于X-Y -Y可以省略掉 所以浓度跟H正一样 等于1.2乘10的-4次方 M 而C选项 碳酸 剩余碳酸浓度 等于重度 0.034-S S一样省略掉 就等于0.034M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猪选项 猪选项 猪选项 为碳酸跟离子浓度 等于Y 就等于Ka2 也就是4.84乘10的-11次方 M 最后一个E选项 氢氧跟离子浓度 等于KW 除于氢离子浓度 等于10的-14次方 除于 1.2乘10的-14次方 等于8.33乘10的-11次方 M 所以可以得知 答案猪选项是错误的 1.2乘10的-14次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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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2乘10的-14次方